大家好,歡迎收看鬧新聞 今天我們來到了華山文創園區 要帶各位來看看全台粉絲期待已久的咒術迴戰展 咒術迴戰展原本只在日本各大城市展出 這次將以台灣作為起點展開超級盛大的海外巡迴展覽 讓我們廢話不多說,趕快來看看展場內部吧 這次的咒術迴戰展以動畫第一季四大篇章為主軸 分區展出上百章的原畫、收稿、動畫分鏡圖等珍貴資料 並結合影像展示,讓觀眾們一窺風靡全球咒術迴戰背後製作的秘星 並再次沉浸於角色們的獨特魅力 此外,展場內還搭起了巨型投影幕 以及名場景還原 讓觀眾們彷彿置身於咒術迴戰的世界中 重新回憶劇情中熱血沸騰的場景 這次展覽最特別的一點是 專為台灣廠次打造的台灣限定名場互動區 製作出了五條物、普障優人等超人氣角色的等身FRP模型 讓參展民眾看到自己喜歡的角色走出現時 獲得更豐富的觀展體驗 除了內部超豐富的展示物 展出期間只要購票參觀 即可兌換實體紀念票一張 非常的有紀念價值 咒術迴戰展的時間為12月30號到4月5號 如果你是鐵粉的話,務必要來朝聖喔 另外,華山文創園區同時也舉辦了 鬼太郎妖怪一百物語特展 和鬼太郎一起尋找 並一睹眾多日本妖怪的風采 有興趣的觀眾也千萬不要錯過喔 今天的鬧新聞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我們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掰掰